3月下旬以来,湖北宜昌全面有序恢复人员流动和部分商业活动 民众凭健康码可出入小区 高速公路和铁路客运逐步恢复正常 城市基本解封,民众的生产生活也逐步复位 记者24日至25日对宜昌当地的医院、高速路口、火车站等进行了探访 25日零点,宜昌东站全面恢复客运业务 当天共有33对京亭列车车次 早上7点12分,宜昌东站售出第一张车票 上午90许,记者来到宜昌东站候车厅 旅客正在排队有序进站 进站前需扫描出示健康码并测量体温 在铁路客运恢复前,宜昌的公路交通已基本恢复正常 24日上午10时许,在三峡高速五家港收费站,记者看到 进城和出城的车辆都排起了长队 卡口处的每条车道两旁都摆放着二维码 每辆车的所有驾乘人员需要扫码,显示绿码后有序通过 执行人员在现场指挥、疏导,防止出现堵车 陈雪松表示,一马通行实行后,车流量明显增加 交警部门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有序安全出行 此外,三峡河段客渡船也已经截出交通管制 经过三峡海事部门对客渡船上线钱安检 辖区客渡船已经投入营运 乘客测量体温,佩戴口罩,持健康码可乘船出行 为满足民众的基本就义需要 以上是中兴人民医院与日前全面恢复日常诊疗工作 在该医院门诊大楼,众多戴着口罩的民众正在门口扫码进入 并测量体温 大楼内的各个服务窗口和诊疗室内也是忙而有序 四千余人次,相比恢复日常诊疗工作前的最低值增加了近八倍 目前除了口腔科直接带急诊以外 其他所有的门诊都应恢复正常的接诊 包括普通门诊、专家门诊和专科门诊 记者了解到全面恢复日常诊疗工作后 宜昌市中兴人民医院落实了预约就诊 一人一诊一试等多项举措,保障疫情防控安全 而对于入院的病人,入院前必须接受新冠肺炎的筛查 进行血肠规、肺部CT和核酸检测 结果为阴性才能正常办理入院 门诊是病人气局比较集中的地方 为了防止院内的交叉感染 现阶段我们主要实行预约诊疗 所有的号员放开预约 患者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医院的公众微信号 以及支付宝服务窗来进行预约 在宜昌市宜林区小西塔城区 街面上的商铺多数已开门营业 其中还包括部分餐饮店 宜昌市域内交通恢复正常已有数日 街面上车辆和行人明显增多 戴着口罩逛街的行人神情轻松 不时在街边商店内问询购物 紫规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 是湖北省内首家恢复开源的五位级景区 景区内樱花 桃花 玉兰 海棠花 近乡开放 游客们纷纷拍照留念 用镜头记录下春意昂然的美景 据介绍游客来到景区 要接受体温检测 健康绿板核查 信息登记 然后有序进入景区 每个游客之间要有1.5至2米的安全距离 员工随时随时进行巡视 防止游客聚集 看有没有游客出现身体健康异常的情况 有异常的情况 我们马上要进行报告 也有离日市的隔离点进行离日市的隔离 目前 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地区 均已解除离厄通道管控 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尼昌市也对三峡机场 三峡游客中心站等地进行全面消杀 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确保交通运输有序复工复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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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